大家好,又是C追查的特備節目 今天的標題叫做 為什麼用X代替呢? 因為原來我一旦上Youtube就黃標 我就改了 用X代替了一個X字 接著就是布蘭燈這個時機的似末 因為大家的影片,我幾個小時前都推出了 其實大家應該都在其他平台都看過 大家不知道這件事的似末,我再跟大家講一次 和這班漢奸的大起底 為什麼我會叫這班小粉紅做漢奸呢? 坦白說,你身為這個大中國的人 你跑去大英帝國,拿了他們的國籍 然後反過來說自己做愛國 你愛國的,就應該取消你們的英籍 進入中國籍 記住,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籍法 是不可以擁有兩個國籍的 所以你不可以拿著英籍,就說自己是中國人 這些說話,只是在日軍侵佔中國的時候 那些人才會這樣說 所以你們不是漢奸,你們是甚麼 今集的內容都非常有趣,大家千萬不要錯過 在未開始之前,如果大家未訂閱的請幫手訂閱 請贊錄及分享給朋友 如果大家有時間的話,請幫手訂一訂廣告 多謝大家 布蘭燈這條片,直到我做片現在的時刻 就差不多有510萬人看 510萬人,大概有多少錢 應該有20-30萬港幣 所以這次,其實那班小粉紅 就幫助了布蘭燈很多 令到他一個收入 如果大家想支持布蘭燈 就可以進入這條片看 然後看廣告就可以幫到他 事後,布蘭燈也接受了其他電視台的訪問 布蘭燈就說 他知道Youtube 受到某一個國家的施壓 要他就把這條片落架 他說他就不會落架 除非Youtube,他就馬上落架 我相信英國或者歐洲的Youtube 不會落架 反而如果我們香港的影片 就很容易落架 因為我都經常被香港的Youtube落架 例如我出現小粉紅,他已經和我黃標了 但是如果大家在歐洲或者台灣的Youtube 你出小粉紅是沒有問題的 換句話說,在不同區域 Youtube管理的人就不同 布蘭燈也說 這條片其實不是他自己平台 在其他世界各地 有很多備份 所以Youtube落架都是無用的 我看回布蘭燈 其他片段 最多的視頻 就是在四年前 有4000多萬視頻 那些片段是很短的 7分鐘 5分鐘 3分鐘 今次這條片 30多分鐘 如果他現在去到500萬視頻 最後會不會去到幾千視頻 我們就拭目以待 原片我都做了備份 我就放了出平台 我會把原片做了繁體字的中文字幕 方便台灣和香港的觀眾看 因為整個字幕都整了我一整天 所以本來昨天推出的 就變成在今天才推出 現在先來講這件事的題目 因為我看到很多人都在這條片 原片 之前發生什麼事就沒有 但是這個攝圖日記 他找了之前發生什麼事 我們看看現在攝圖日記 他怎樣說之前發生什麼事 而且搞笑的就是 在你們吵架錢 我們可以看到 這位叫做張寧的人 在跟布蘭燈 玩得非常的High 還下去彈鋼琴一起表演呢 你也知道對方在拍攝對吧 我們來看一下這段影片 好 等其他三三來遲的小粉紅到場之後 不知道是領導的意思還是怎麼樣 你才返回 又要求布蘭燈刪除直播 最初他們都好地地 應該好像伯伯和我所說 可能之後越來越多人走過來 尤其是領導來了 就覺得這樣不行 我拍到你的樣子 這樣就開始發爛炸了 我就拿精華片段出來 我一直播著 一路跟大家解釋 我們發生什麼事 CCP are trying to get it taken down Alright They're trying to get it taken down 什麼都會有限到 楊 vida 我們要確定 我們身為非常安全 因為我們不願意我們的聲音 Von我聽到 The image right The image right? 我們不共 Access Are you from China? 這不是問題 當布蘭燈問他是否從中國來的時候 他說這個不是什麼問題 究竟這麼奇怪 你們為什麼不肯承認是在中國 你是又不是又不是 一個中國男人叫冷雪蓮 冷雪蓮是否覺得這個中國人很羞恥 所以才不回答你的問題 如果你覺得做中國人羞恥 但為什麼你又擔任五星期呢 在英國也有些外國人問我 Are you from China? 我一集答 No, I'm from Hong Kong 所以大家又要區別 China 和 Hong Kong 的分別 Are you from China? That's not a question The only thing we are arguing is that We are protecting our own image, right? You are not sharing But this we are in public? Yeah, exactly No sharing So we are not allowed to share Yes, no sharing us Sharing yourself, that's fine No sharing us We're in a free country, mate We can film where we want You can call the police if you want I'd be quite happy to call the police, you know But listen, we're all free in, mate Why are you touching her? Stop touching her! Don't touch her! Please, do not touch her! Not touch her! Done touch her! Done touch her! 楠雪梗 他就報稱是從事這個教育 等於被人蓋著,他在孔子學院教 大家都知道孔子學院是甚麼 是一個間諜組織 所以現在英國已經收拾了很多 這個男人的掃用手段 就像我們在網上看很多大媽的手段 即是自己私人的衣服 就叫你不要飛來我 你不要飛來我 他用的手法就是這樣 大大聲聲在罵別人 Don't touch her 引起了整個車站的人先留意 這個車站就是King Kors 就是在倫敦比較繁忙的車站 人來人往很多 他突然間這樣叫 引起人注意自己想站在一個道德的高地 Stop touching her Don't touch her Please do not touch her 因為我們今天內容是Lang Disclosure Board 它不是能夠提前公開的 然後他一直在問我為什麼呢 是因為Chinese government 外面即便是我們的小國旗 我們作為中國兒女 也是要好好的去包管 合理的有尊嚴的去使用 不亂丟國旗 不損壞國旗 如果見到隨意損壞國旗的人更是 我們要主動上前置之子 用自己的行動去保護國旗 所以當時那個男性同伴 他也是比較激動 我們說了好幾次 Don't touch her Don't touch her 但這個部分就是可能被單獨剪下來 別人可能覺得這個人是一個印記的情況 我們看到內容大多都是具有兩面性的 他只發出了他自己剪裁過的那一面 他在問基因我們影響的情況下 還是把我們視頻穿上的各個平台 剛才拍片解畫的那個女生 就跟這個女生是同一個人 大家見到像中有一個肥妹 為何剛才那個女生這個棉尼尖 你可見到這些人 這個女生叫劉蒙詠 他自稱是劉學生 但被人起底 原來他嫁去英國 而他老公也在這張照片上出現了 稍後我圈給大家看 就是後面穿著黑色衣服的就是他老公 我估計他為何入了英籍 他應該過來讀書 然後認識了現在的老公 然後嫁給他的老公 就入了英籍 因為現在在英國讀書之後 然後你留下來 然後入籍就比較困難 所以嫁人就最快 我相信他都用這個方法 就能取得到這個英國人的身份 看過這個劉蒙詠 簡直是一個哨牙肥妹 剛才她的影片自己自白 人完全不同了 我圈著這個人 就是這個就是她老公 另一個肥妹 就是這個叫張寧的女生 這個張寧就是剛才那個男人 就說不要碰她 就說她碰了她 其實人家周圍指望她 就說她碰到她 這個張寧 剛才那個冷雪蓮 和劉蒙詠 其實三人都是從事這個大使館的活動 很多時候都是跟大使館 拍一些宣傳大陸的影片 所以我有理由相信 他們在King Cross的時候 是準備拍一些的影片 誰知道就被這個布蘭登 在這裡阻礙了 想說布蘭登走 然後他們就在這裡拍一些宣傳片 還打算拿些什麼中國法律 什麼超掌權 出來帶阿布蘭登 對吧 以為拿一條中國法律出來 阿布蘭登 很坦白說 這些蕭芬紅 不要以為全世界都要圍著你們而轉 你中國的法律 你不要以為真的 這個宇宙化才行 即是用這個明朝的劍 去斬清朝的官 周星馳也看不起你們 這件事還有余波 我們來看看 有很多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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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中國社會的社會 非常支持 在我內容 所以他們正在想 把影片剩下 所以我覺得 這個公開的 越來越多 越多人觀察 越來越多人 越來越遮掩 越來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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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早幾個鐘 我推出的原片 有觀眾說 我偷布蘭丹的影片 就這樣放進去 沒有留言 我的留言 我打算分開說 我亦加入這個中文字幕 方便大家 不太懂英文 可以看得到其意思 布蘭丹剛才的影片 也說 歡迎大家 多些人備份 因為他已經受到中共壓力 要落架這條影片 我相信 就好像我之前所說 Youtube 弄得這麼大 就未必敢落架這條影片 但最後也很可惜 King Kors 這個鋼琴 不知道是不是 中共壓力之下 英國政府 是不是要退縮 是否害怕 就封了那個鋼琴 真的比較可惜 但不要緊 英國很多商場 和貨車站 和車站 也有很多鋼琴 希望布蘭丹 就製造多些影片 給我們看 最後我解釋 之前我那條影片 為何一開始寫 貪官的後代 坦白說 你去到英國生活 或者去到英國讀書 留學 你不是貪官 你哪有錢留學 你這些錢 怎麼來的 一定是貪回來 你看看 有算你做中國 做到國家主席 其實 人工有多少錢 是不夠一個子女 去留學 和英國住的 在大陸 根本是舉個貪戶 一個深圳 一個小小的中級法官 各法官 都可以貪十幾億 你想想 其他職位 你可以貪多少 如果用香港 黏住守則 官職與收入 不相稱 已經可以拘捕 中國整個官場 都沒有散 我在其他平台 看到很多 留學的中國人 都在罵這些 小粉紅 在別人的國家 撒奶 自己在一個自由的地方 要限制別人的自由 你說多搞笑 還有 你會見到 他們的口吻 明寧式 原因是 因為他們在中國 已經是惡慣 對著基層的韭菜 大大聲 罵又可以 打又可以 你們這群韭菜 哪會這樣出聲 這些人 真的叫人衝 自己鬆 自己叫人愛國 自己就鬆去愛國 希望你們一群做韭菜的人 都自己清醒一點 和自己有些尊嚴 好了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 好